宝岛台湾世纪如春 除了出产各种水果 被称为水果王国之外 一年世纪 也有很多不错的农特产品跟蔬菜 以目前岁末年初的季节当中 各种当令蔬菜新鲜未美 价格又实惠 许多家庭主妇也都会趁着这个机会 到市场上采购各种蔬菜食材 给家人加菜加料 像是高丽菜 花椰菜 油菜 青江菜 芥兰菜 芹菜同好等叶菜类 可以满足生活当中 各种营养需求 现在的青菜可以说是便宜好吃又大碗 一定要多买些蔬菜 多吃一些蔬菜 最近的菜便宜 而且炒起来也很好吃 很甜 是冬天最棒的季节 便宜又好吃 我几乎每天都在吃那颗高丽菜花椰菜 因为吃菜对我们生育比较健康 其实台湾的本土蔬菜 因为大部分是地产地销 所以新鲜美味品质又好 绝对不输进口货 价格品质十分有竞争力 用台湾蔬菜做食材 不管是快炒 闷炊 煮汤或者是生吃 吃起来都非常的享受 聪明的家庭主妇 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料理的手艺 就是火要大一点 这样炒起来比较清脆 而且口感很好 比较甜 因为它冬天水分它有饱足 而且又清脆 甜分又够 所以炒起来又比较好 营养学家说 蔬菜含有维生素A 维生素C B 胡萝卜素 矿物质跟纤维质 几乎不含脂肪跟胆固醇 所以是营养满分 吃多了也不会造成身体太大的负担 不管是牛羊鸡啊鱼肉 都可以加入青菜来入味 可以说是妈妈们的好厨艺 完全抓住了男人的胃 更可以让大家对台湾的蔬菜有信心 我觉得是在冬天里面吃的 吃蔬菜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而且妈妈今天煮的实在是 炒得非常的清脆好吃 而且色香味又俱全 哇实在 我总结一句话就是 赞 棒 口味甜美营养豐富 吃下去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赞 其实多吃台湾本土蔬菜 不但是支持了台湾农业 帮助辛苦栽培跟耕种的菜农 也让民众能够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农历春节过年快到了 不管是亲朋好友聚餐 家人围炉吃团圆饭 在欢笑连连 温情满堂的时候 不要忘了多吃几口蔬菜 不仅可以去油腻 多吸收一些大自然的营养 也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健康 更轻松 感受生命中快乐美好的每一天 记者崇文旭 肖幼金 众和报道